加州州長近日訪問中國 訪問中國的第一個行程是去香港 接著是去深圳、上海、北京等等 已經接近尾聲了 總結一下這個行程當中發生了什麼事 也是挺重要的 因為本身加州州長與中國的關係 是一直都不錯的 看看這圖片加州州長是怎樣的 加州州長柳森 原來23日去了香港大學 看到是參加了交流活動 這個相片是留念 說一說加州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加州準備即將舉行公投 在公投之前 加州州長訪問中國 似乎是有深層意義在這裡 因為加州州長柳森 發表言論 他一直都跟中國的關係很好 以及他這次向中俄似好 亦反對中美脫勾 但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呢 首先看看公投 什麼公投呢 就是所有人投票 其實加州公投 希望可以自己獨立 就不是第一次了 這次又會做一個公投 如果加州公投 而是拿到60萬人的聯儲 那就可以交付全民去公決 如果通過了聯儲 並且未來通過了公投 加州就可以理論上脫離美國獨立 自己成為一個國家 這不是第一次的 不過公投了很多次 說不可以獨立 這次又再捲土重來 即將會進行這個公投 加州州長柳森 在公投之前訪問中國 似乎說 如果一旦加州公投成功 是獨立的話 希望中國 甚至乎俄羅斯 是第一個國家 即是承認加州 是一個獨立國家 為什麼無端端 加州會想公投脫離美國獨立呢 有些人分析說 其實當特朗普 上場的時候 其實特朗普 都很想對加州這方面 進行一個整頓 好像整頓的意思 因為特朗普在加州 是輸的 如果他這樣的話 如果他想再競選 將來 其實呢 煽動一些輿論 令加州 進行公投脫離美國 這樣就變成 如果他真的再競選的話 當選機會大些了 即是沒有了歐洲 即是沒有了加州 就是他的敵人 這是第一個分析 另外 加州本身都想脫離美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美國政府 針對加州 做了很多事情 令加州的企業 相當之 面對困難 那加州有什麼 出名的企業 其實 原來科技方面 加州一直是很多大的科技公司 好像是AMD的半導體 還有是蘋果 還有芯片巨頭英偉達 這些科技巨頭的總部 都是設在加州的 那近期呢 拜登政府呢 再次對中國 加強這個芯片制裁 令到這些公司呢 對華出口高端芯片的限制 更加加強 那雖然呢 他現在出的芯片 已經是一個改良版 已經不是最高端了 但是現在拜登政府都說不行 如果連這些比較 沒有那麼高端的芯片 都不可以出口去中國的話呢 那這些芯片公司呢 將那個利潤呢 將會是大受打擊 那所以呢 他們這些這樣的 美國芯片巨頭呢 紛紛都發出警告 就說呢 如果你限制對中國的芯片出口呢 只會加快中方自己研發芯片 最後呢 就是可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 自給自足 所以這次加州州長 紐森訪問中國期間呢 他也都希望呢 可以這個機會呢 就是表明呢 其實 就是美國其實都是想和中國 是示好的 希望可以回復溝通 啊 令到呢 中國呢 就不要受這個美國制裁 那樣 那 好了 很快去看看 紐森的行程呢 就發生了什麼事呢 首先說一下加州本身 加州本身 加州本身是美國最富裕的州軍之一 那 預計今年的GDP呢 大概是四萬億美金 那 如果加州可以獨立成功呢 加州州長紐森 就簡直說到的話呢 將會允許俄羅斯在加州建立軍事基地 是這麼誇張的 那 與此同時呢 紐森也都對中國釋放積極的信號 那 就在23號訪問 這個行程開始 首先是 訪問香港啦 跟著是北京、上海等等 五個城市 那 就 而 加州的 城市 都可能跟這個峰會有關的準備 啊 因為他應該是會邀請 啊 中國台長王毅參加啦 那 當然 啊 應該都會發出邀請啦 那 就 好了 那 說說了 那 23號 他就去香港大學啦 那 另外24號呢 就去廣東的深圳 那 深圳是全球第一個地方 是公交車和出租車呢 是全面電動化的城市 那 所以 所以 加州特別是訪問深圳 就是考察 一些是 電動的充電站啦 就了解呢 就深圳這個城市的 那個電動車轉型的經驗啦 那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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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呢 加州已經向全世界證明了 電動汽車的轉型 不單對環境有益 還可以刺激創新和競爭 有助於經濟發展 而 越港澳大灣區公交車和出租車的電動化的快速轉型呢 證明了呢 就是 其實 加州是可以借鏡啦 那 那 那 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 在 香港和深圳 訪問完之後 的一個 經歷 那 柳森呢 也是主動向中俄示好 就說 如果加州成功獨立 如果中俄第一時間 承認他們是獨立主權國家 他將會同意中俄在加州建立軍事基地 並且支持中方實現兩岸統一 那 那 就是 那 看看柳森的背景 柳森的背景 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他是民主黨的政治明星 也是拜登身邊的紅人 為什麼拜登會派柳森去做這個訪問 而且那個說話呢 是這麼 跟這個美國政府的立場 或者口徑就不太同呢 這樣 是不是就是正正想派這個紅人 去 和中國希望可以打好這個關係呢 那 柳森的背景是勁成怎樣呢 他原來是佩洛西 就是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臣 他今年只是56歲 那 他是 民主黨政治明星 他也是自己呢 開始組建自己的競選團隊 隨時呢 有機會呢 他將來呢 是競選美國總統的 那 就 那 那 除了加州 這次是派州長去訪問 那 就是希望可以 談一些氣候關聯的話題啊 電動車的話題啊 或者是和中國打火的關係呢 那 也都是給一個例子 給其他州郡 因為呢 除了加州之外呢 美國的德州 阿拉斯加 和夏威夷呢 這幾個地方呢 其實呢 都一直都提過 說想獨立的 那 那如果加州這次真是獨立成功呢 那就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 那 那當然啦 成功的機會就不大了 那 那 最後說一說呢 就是說 好了 柳芯去完 這個是香港 深圳 那 接著在北京 那在北京呢 他就接受記者訪問 那 接受這個CCTN的記者訪問 那 就是問他 那 他就答了 他就說呢 他不認同呢 現在中美呢 就是美國那個方向 就是寧和博弈的方向 那他不認同寧和博弈 那他認為呢 中國越成功呢 美國呢 就會更加成功 那 就 如果每個美國人都好像他這麼聰明呢 就知道那個 利害關係是怎樣 那就最好了 那 那 柳芯今次訪問中國呢 那 就 希望 就是 希望 可以為中美關係帶來新的可行性 現在 兩個 兩個國家之間呢 充滿分歧 那 保持對話渠道 唱通是非常重要 那 柳芯今次訪華呢 就 希望可以為中美關係降溫 能不能夠成功呢 都是未知數 但是 都是一個挺好的進展 那 也都看到呢 就 去到北京之後 中國外長 王毅是 接見他的 那 也都 有消息指呢 美方呢 就是會邀請 王毅外長 參加APAC的峰會 那 暫時 中方就未曾 是作出回應的 那 就希望 是 今次 加州州長 柳芯的訪問呢 就可以為中美關係緩和 打開一條 新的 路向 就是這樣 那就 不知道成不成功 那 我經常都 很多言論 都是說 中美關係 Thomas就說 中美關係 中美可能終須一戰 也都有人認為 應該都打不成的 大家計算而已 但是 首先 換和關係 應該是 就好過 中水一戰 換和關係是很需要的 但是 你很難就說 美國總統拜登 以他現在 他那個地位 去作出一個 就是他出口 先去求中國 求緩和 那 派一個身邊的紅人 就是 美國加州州長 去扭心 去做一次這樣的訪問 就似乎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大家好 巴士的部 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 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 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